外食足看過來 蜘蛛餐也能越吃越瘦 很多人解不了肥都怪外食 認為自己天天當老外 要瘦很難 其實一點都不難 只要用對方法 一樣能吃飽又變瘦 林佳敬營養師教導大家 利用四三二一黃金餐盤理論法 來挑選主餐及配菜 那什麼叫四三二一 就是一餐要分成四等份 要有三等份是植物性食品 一等份是顴骨根莖類 顴骨根莖類的部分 你看像今天非常的好 今天他們有供應所謂南瓜的部分 我們就不用用白米飯 因為白米飯是精緻加工的 那我們其實建議現代的上班族就是說 萬一沒有 其實我們還可以自己買一個地瓜 或自己帶一個地瓜 這就非常的容易 兩等份的深綠 深紅 深黃的蔬菜 那最後一等份不要忘記優質蛋白質的部分 可是因為我們建議 要同時動物性跟植物性兼而油脂 為什麼 因為植物性的優質蛋白質其實很妨礙 有很多健康的生理功能 這樣吃一餐可能也覺得蠻渴的 這時候選擇豆漿來當做飲料 其實就非常的適當 然後餐後不要忘記 還要有一個水果的部分 那像這個通常都是自備 今天植物餐有供應的其實是另外一秋島嶼 因為它的處理方式是已經過度的油炸了 那我就不建議 寧願這時候我選成塊的雞腿肉 那因為雞腿其實很容易去皮 對 所以相對於它是滷的 又會相對於比較健康一點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只是注意食材 可能還要慎選的就是它的烹調方式 炸煎燻烤的 我們其實基本上都比較不建議 就是炸煎燻烤 但是你說現在一個便當經常都是一隻炸雞腿 對不對 其實也沒有關係 就是你把皮去掉就好了 其實比他買三杯雞要來的好 所以我們盡量建議 優質的蛋白質是大塊的為主 不要是細碎的 譬如說像這種絞肉就是細碎的 有沒有 三杯雞 炒肉絲這些 為什麼 因為其實它弄得越小 過度烹調的機會就會越高 記者看完營養師的示範 說真的這一餐絕對吃得薄薄薄 下回要吃外食就先到自助餐挑好貨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